大家今学习一项记忆时候的投入程度有多深呢,有些人一旦砖研起来,可能会让旁人都觉得他走火入魔了呢。 一位网友就表示,自从自己的姐姐开始学习插花技术之后,连家里的火锅摆盘也都摇身一变,变成出满摆盘的艺术,让网友感到又赞叹又好笑。 实情向下三角员PO在脸书社团里表示,自从姐姐学了插花,家里的火锅也变了,并贴上一张家中火锅的照片,直接满满一锅火锅,所有的料都被整整稀奇的排列塞好在锅子的边边小角,连肉片都被卷起来像是花朵似的,一朵朵塞好在满锅子,看起来料虽然种类多, 但却充满着和谐的美感,不变来源,报酵公社,FB,实心向下三角看到如此奇妙火锅摆盘,网友不禁纷纷笑道留言,肉团紧促,水哦,摆花齐放,不知道从哪里下筷子啦,到底给不给人吃火锅啊,好吃又赏心悦目,那其实是插花。 你把它当成火锅了,也有网友搞笑回复分享自家的火锅致敬,表示,自从出现COVID-19,家里的火锅也变了,至于观感如何,那就借人建制Law Taylor,不变来源,报酵公社,FB,不得不说姐姐,其实火锅差的也相当不赖呀。 谢谢大家